好 現在把鏡頭轉到東台灣 要帶您造訪位在花蓮北區的花蓮港 去年賞金的人次多達12萬人 但是同樣從事賞鷹 而且號稱是台灣賞金活動發源地 位在南區的豐冰箱十梯坪漁港 人數卻是不到1萬人次 與會表示這主要是受到交通不方便的影響 才會呈現這樣南北失衡的現象 下季到花蓮觀光 一定有不少人選擇出海賞金 因為臨近太平洋黑潮的關係 出海後不到十分鐘就可遇見鷹豚 而根據花蓮縣政府的統計 花蓮港去年賞金人數已達12萬人次 創下歷史次高 這和民國一百年前 還未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的時候 每天賞金只有兩百人次 簡直是天賞之別 我們四面領海 尤其是在我們花東外海 又有很多的這些鷹豚在這裡回遊 所以這個活動 幾乎是他們來到花蓮的首選 但位於花蓮南區的豐冰箱 像石梯坪漁港 在地兩家業者去年賞金人數 加起來還不到一萬人次 這麼慘的業績 很難想像石梯坪 還是全臺灣賞金的發源地 花蓮區議會表示 南北失衡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交通不便 再加上石梯坪附近 沒有大型的飯店 所有觀光客都住在北區的花蓮市 但豐冰箱風景秀利 自然資源豐富 建議業者應該開發其他秀銜產業 例如近年來的夜釣魷魚 就是不錯的周邊產業 除了魷魚以外 像釣一些回遊性的魚類也都有 非常的豐富 所以也要請我們的業者 多去開創 漁會這邊也會想很多 像夜撈飛魚 還有這個去沙灘找蓄蟹 這些都OK 非常的棒 而根據區議會調查 石梯坪附近的北迴歸線 是觀光客最喜歡前往的熱門經典之一 所以將協助漁民向旅遊業行銷 希望能夠留住觀光人潮 將實踢屏今年的賞金人數 衝高到2萬人次 記者 孟佳凱 歡迎報導